顶级手套Talk Love的大股东 丹斯里林伟财呢 突然间入股这家名为 Minder Global Burkhard的公司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而Minder Global又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探讨 那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大家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点赞及分享我的视频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thony 根据彭博社报道 Talk Love创办人间执行主席 丹斯里林伟财呢 在最近的一次配售活动当中 认购大马私人教育集团 Minder Global Burkhard的股权 那由于所持有的这个股权 是没有超过5% 所以呢是不需要向这个教育所报备的 那丹斯里林伟财呢 也透过这个电邮呢 向彭博士承认这件事 并指出呢 这项投资呢是一项私人投资 是完全跟顶级手套无关的 那他也表示自己一向来呢 对教育是充满热锤的 因为他可以推动人们组织 还有国家的进步 那其实想一想 如果他要进军这个教育领域呢 也不奇怪 那可能呢 他是想打造这个顶级手套大学 那最近呢 这个Minder Global的股价也在 出现节节上升的趋势 那在消息传出以后呢 当天呢 这家公司的股价更上升了45% 以全年最高点挂收的 那其实除了持有这个顶级手套33.6% 或价值33亿美元的股权以外呢 丹斯里林伟财呢 也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 那当中包括呢 有这个LBS Bina Group Tropicana Court 还有这个7-11 Malaysia 至于Minder Global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 该公司旗下的教育机构包括 University of Cybergaya Asi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和这个Asia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School 这家教育机构呢 是由本地的一位印译企业家 丹斯里帕勒呢 所控制的SMR Education 是因为有些公司所持有 而这家公司呢 只有Minder Global 高达53.5%的股权 而今年63岁的丹斯里帕勒呢 也是政府在今年2月9日 成立的这个2021年 紧急状态独立特别委员会的其中一员 那他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SMRT Holdings的创办人兼大股东 那其实Minder Global的前身 是一家名为Asia Med Education Group的公司 那在那之前呢 该公司还有个名字 叫做Master Skill Education Group 那这家公司的财报显示呢 该公司在去年呢 还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那到底丹斯里领委才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是不是要进军这个教育领域 还有他能不能推这个Minder Global一把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好的各位 我今天的这个麻谷简报 就到此为止 我们很快再见 Bye Bye